月河 你还是去看看少谷主吧 眼下 她也只会听你的话了 好 长夜 我知道你对林皓清 有很多不满 但是此次突生变故 林苍蓝之死 对她打击很大 再加上谷中的人 她们的言论对她很不利 我不能看着不管 所以我 去吧 这么大方 不去的话 你心里一直都会不踏实 去吧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在这里 等你回来 你 兄长 你一直闭门不出 是想闷死自己吗 你不心疼自己 你也心疼心疼娶小星吧 怕是你还没憋死 她就已经先急死了 了 你就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 好久都不出来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心里越难过 脸上越不会表露半分 云和就在门外 还是和以前一样 只要你需要 我就会陪你度过 这段最艰难的日子 云和初来古中之时 那些美好都是兄长给的 这份恩德 我不会忘记 也不会辜负 多谢 云和 你能振作起来就是最好的 各位长老那边 我已经帮你安抚好 但是收音大点 但一切落定了 你如何打算 还走吗 倒是爱锦兄长 寄的给云和解药 我会安静地离开 当然 如果兄长愿意送我一些西旗法旗 作为送别离 那也是极好的 我有一个问题 为了守护所爱之人 你愿意付出多大代价 我会不惜一切 若他会因此 觉得你悲心其意 恨你入骨呢 如果能护他周全 我心甘情愿 兄长为何突然这样呢 没什么 我会尽快找出父亲所藏的解药 离开之前来参加我的收音大点吧 那是自然 云和祝贺兄长得偿所愿 太好了 还算林昊金上到 云和 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 你怎么了 不开心啊 我只是觉得 好像一切都太顺利了 顺利的我有点心慌 那是因为你倒霉惯了 突然万事顺利 当然会慌了 不一样 林昊金她的眼神不一样 好像 感觉像里面藏了一些什么秘密似的 你不要多想 林昊金本来就是一肚子坏水 眼神就没有干净过 如果你这么担心 不如我们尽快离开吧 明天就是大典了 我答应过她要参加 这谷中所有人 对林昊南知死的菜意还未尽销 还有那些支持我的长老 对于她登位也有些顾虑 在旁人眼中 我与她一直都是死对的 想我必不会出面为她做家政 只有我亲自将她送上那个位置 大家才会无话可说 就当 你也会有个仇 让我谈下的人情 全都还完吧 几百年的纠葛 总该有个结局 你总是为林昊金考虑 我生气了 谁说的 你想啊 长衣是顺德仙妻送来王花谷的 如若我们要带长衣走 岂不是得有林昊青来上后 再说了 她不是在给我们找解药吗 等明日大典一结束 我就跟她要解药 若是她还没找到 我就是把那殿拆了也要挖出来 届时 我们便立刻一起离开 立刻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迎谷主 谷主万安 恭迎谷主 谷主万安 各位不必多礼 父亲先是 浩清仓促掌管万花谷 日后 还望各位鼎力相助 光耀万花谷 你也会带着 盖头鱼 我行李都收拾好了 你呢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带啊 来的时候 也是什么都没有带啊 只要带走云河就可以了 哎呀 呆子 兄长 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你可以给我解药了 洛洛和常义正在等着呢 这么迫不及待 没有任何可留恋之事了吗 这地方关了我几百年 我有什么好留恋的 如今看来 技护法 还要在这万花谷继续留下去了 林浩清 你什么意思 你的条件我考虑过了 去云河 你不能走 也走不了